第465章 平安夜 你们俩打屁股庆祝 黑暗中还隐藏着一个狙击手 最佳的狙击位置在正前方 他现在蹲着的方向 已经进入了他的狙击范围 如果他不早点解决对方 恐怕他也会成为对方的猎物 可是 对方刚刚开过枪以后就换了位置 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出第二枪 他无法确定对方的位置 再把芸汐继续暴露在对方的设计范围 他的安全也会成为问题 凭着狙击手的直觉 他开始掐狙击手在交战中最佳的开枪时间 这周遭七个敌人被解决 枪声停下来的那一刻 他突然冲芸汐开口 爬到 黑夜里他急促的喉声和枪声交杂在一起 果不其然 说好了能配合他的芸汐 在听到他的声音的那一刻 一个趴倒翻身 直接滚进了车子底下 黑暗中飞射过来的一枪 直接打在了车轮上 砰一声 随时而来的 还有车轮漏气的声音 而与此同时 木飞驰寻着子弹飞来的方向 快速确定了对方的位置 调转枪头 对准了最佳狙击位置上的敌人就是一枪 砰一声巨大的枪响 结束了这个夜晚的枪战 芸汐看着自己身边 滋滋漏气的车轮 后背生起了一阵冷汗 刚刚 他要是慢一点 这一枪可就真打在他的身上了 还好 还好他的反应并不慢 再三确定 周围的敌人已经被解决 木飞驰飞奔着走到车子边 把人从车轮底下拉了出来 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事以后 紧紧的把人摁在怀里 也不管周遭是否还有人在 他就这么把他捞起来 砍在肩上 一巴掌一巴掌地拍在他屁股上 一瞬间的脑冲血 还没有让芸汐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 被他打屁股了 他顿时急红了脸 下次再敢自作主张 不要命地跑出去 看老子不收拾你 连连挨了他好几巴掌 芸汐恨不得 修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虽然到晚上 欢交野岭的没几个人看到 可他还是觉得 太他妈丢人了 齐院和李子兰 乘着直升飞机 依着定位的地址赶过来 刚从直升飞机上面下来 一眼就看到不远处 被自家少帅 摁着打屁股的芸汐 几个人互看了眼 一时间没搞懂是怎么回事 平安夜 他们俩不是浪漫去了吗 现在 这是 什么情况 走山前 李子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和受伤的守卫 看他们的衣着和车牌号 估摸着已经猜到了是谁遇袭了 哟 这是干嘛呢 平安夜 你们俩就这么打屁股庆祝 看到他们过来 穆飞池顿了顿手 却没把芸汐放下来 把车里处理好 穆飞池冲李子兰吩咐了声 转头看向齐员带来的医护队 沈将军在车里 受了重伤 马上送医院 是 少帅 齐员咽了声 领着医护人员 手脚麻利地把昏迷过去的沈将军 从车里付上担架 带着其他几个还活着的守卫 上了直升飞机 冯瑞领着几个精英清理现场 李子兰似乎听到了草丛里逃窜的声音 长脚和地上一聊 动作迅速帅气地勾起木飞池身边的狙击步枪 狙击步枪搭在手上 他微微低下头 快速地扣下扳机 把枪口对准黑暗中飞窜逃奔的身影 刘火口 莫非是陈向萌冷冷地扔下三个字 砰一声枪响 黑暗中逃窜的身影 闷叫的声倒下 李子兰带来的精英特战队 飞快地跑进草丛中 把中枪的人拖了出来 那人的脚上中了一枪 被特战队员用布条绑着牙关 警防咬蛇自尽 芸汐看着漫不经心地 收回狙击步枪的李子兰 黑暗中枪法也这么准 简直让他崇拜得不行